历位纪第十四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患麻风病的人得洁净的日子 应手的历历如下 人要带他去见祭司 祭司要出到营外去查看 祭司若是看见患病的人身上的麻风病已经好了 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人 拿两只洁净的火鸟 香薄木、珠红色线和牛西草来 祭司要吩咐人用瓦器盛火水 把一只鸟宰杀在上面 至于那只火鸟 祭司要把它与香薄木、珠红色线和牛西草一起拿来 把这些物品和火鸟一同占于那在火水上宰杀的鸟血中 然后向那患麻风病求洁净的人身上弹七次 就可以宣布他洁净 又让那只火鸟飞到田野去 那得洁净的人要洗自己的衣服 替去身上所有的毛发用水洗澡 就洁净了 然后他可以静营 只是还要在自己的账目外住七天 第七天 他要把身上一切的毛发都剔去 头发、胡须、眉毛和身上一切的毛发都剔去 又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就洁净了 第八天 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 和一只没有残疾一碎的母羊羔 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三公斤做素剂 以及三分之一公升油一同取来 行洁净礼的祭司 领那求洁净的人 拿着这些祭物站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的面前 祭司取一只公羊羔羔 现做赎千祭 取三分之一公升油一同献上 祭司把这两样当作窑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他要在圣洁的地方 就是宰杀赎罪祭生和凡祭生的地方 宰杀那只公羊羔羔 因为赎千祭生像赎罪祭生一样 是至圣的 要归祭司 祭司要取些赎千祭生的血 抹在得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 祭司又从那三分之一公升油中 取出一点来 倒在自己的左掌里 把右手的一个指头 站在左掌的油里 在耶和华面前 用指头把油弹七次 然后祭司要把手中剩下的油 抹在那得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 就是抹在赎千祭生的血上 祭司要把手中剩下的油 抹在那得洁净的人的头上 祭司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赎罪 祭司要献赎罪祭 为那得洁净的人赎罪 使他脱离污秽 然后宰杀樊祭生 祭司要把凡祭和宿祭 陷在祭坛上 为他赎罪 他就洁净了 但如果他贫穷 经济能力不足 他只要拿一只公民羊羔 做赎千祭 摇一摇 为他赎罪 要把调油的细面一公斤 做宿祭 和三分之一公升的油 一同拿来 又要按他的经济能力 拿两只斑鸠 或是两只除割 一只做赎罪祭 一只做凡祭 第八天 他为了自己得洁净 要把这些祭物 带到会幕门口 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 祭司要取那只 做赎千祭的公羊羔 和那三分之一公升油 祭司把这些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当作摇祭 然后宰杀做赎千祭的公羊羔 取一些赎千祭生的血 抹在那得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 祭司要把一些油 倒在自己的左掌里 用右手的一个指头 把左掌中的油 在耶和华面前弹七次 祭司又要把手中的油 抹在那得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以及右脚的大拇指上 就是抹了赎千祭生的血的地方 祭司把手中剩下的油 抹在那得洁净的人的头上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那人就要按着自己的经济能力 献上一支斑鸠或是一支除鸽 他要按着自己的经济能力 献上一支做赎罪剂 一支做凡剂 连同肃剂一同献上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 为求洁净的人赎罪 这是关于患了麻风病 但经济能力不足够 预备正常洁净里祭物的人 应手的律例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你们进了我赐给你们 做产业的迦南地的时候 我给你们做产业之地的房屋 如果发霉 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 据我看来 房屋中似乎染了病症 祭司进去查看病症之前 要先吩咐人把房屋搬空 免得房屋里的一切都成了不解 然后祭司才进去查看那房屋 他要查看那病症 如果发现在房屋的墙上 有发绿或是发红的腐蚀斑纹 而且有渗透入墙的现象 祭司就要从房屋里出来 到房门外去 把房屋隔离七天 第七天 祭司要回来查看 如果发现病症在房屋的墙上蔓延 祭司就要吩咐人 把染有病症的石头挖出来 扔在城外不洁净的地方 要刮进房屋里面的四周 把刮下来的灰泥倒在城外不洁净的地方 拿别的石头放进去代替挖出来的石头 然后用别的灰泥粉刷房屋 如果挖出石头 刮了房屋 粉刷了墙以后 病症再次在房屋里出现 祭司就要进去查看 如果发现病症在房屋里有蔓延的现象 这就是房屋里玩恶的发霉现象 那房屋就不洁净了 要把房屋拆毁 把房屋里的石头 木头 以及所有的灰泥 都搬到城外不洁净的地方去 在房屋被关闭的期间 进去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 在房屋里睡觉的人 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在房屋里吃饭的人 也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房屋粉刷以后 祭司进去查看 如果看见病症 在房屋里没有蔓延 祭司就要宣布那房屋为洁净 因为已经复原了 为了洁净那房屋 祭司要拿两只鸟 香薄木 猪红色线和牛西草 把一只鸟 在盛着活水的瓦器上宰杀 然后拿香薄木 牛西草 猪红色线和那只火鸟 都一同站在被宰杀的鸟血 和活水中 向房屋谈七次 他就用鸟血 活水 活鸟 香薄木 牛西草 和猪红色线 洁净了那房屋 然后让那只火鸟 飞到城外的田野里去 他为房屋赎罪 房屋就洁净了 以上是有关各种麻风病 险介 衣服和房屋发霉 肿瘤 苍险 和火斑的律例 只是人知道 什么时候不洁净 什么时候洁净 这是麻风病的律例 这是麻风病的律例 这是麻风病的律例